你要把這個給去掉的話,不外乎就是按滑鼠右鍵 然後資料標籤 我大概原則上改了幾個地方,包含就是把它改成這個類別名稱 然後底下的話,標籤位置,記得是中點外側 這個,中點外側,它就放外面 最後把那個圖例,這個圖例打勾把它取消 這樣的話,就完成我們今天的練習 這個是延伸上個禮拜的部分 今天的話,接下來繼續來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統計,所以切回剛剛的資料 我如果希望延伸上個禮拜的年次 如果我假設,除了年次之外,我想知道一下 到底我們會員裡面哪個血型的人 數量是最多的 然後占比也是最多的 那我要怎麼呈現出來 這個時候當然你不可能 主觀的,因為你怎麼知道對方的血型 所以你要統計 統計的方法一樣 所以跟上個禮拜樞紐分析 差不多 只是說樞紐分析的話 是統計它的血型 那你要怎麼統計血型呢 第一個 一樣先切回到那個綜合練習 所以 把那個綜合練習,我原來這邊是用TEST 你用TEST 然後記得上面這兩列一定要刪掉 反正第一件事 你的那個資料一定要正規化 所謂的正規化,一定要是把欄位名稱放在第一列的狀況 這個第一個 確定沒問題之後 第二的話,一樣插入什麼 插入這個樞紐分析表 然後利用樞紐分析表分析它 那分析的話 第一件事要告訴它說 你的範圍在哪裡 範圍就是這個 它會跟你講說 虛線的部分這個範圍是不是你要分析的呢 看一下應該是A1 A1到I的101 看起來A1到I的101 下面應該是沒錯 如果框框的範圍沒錯的話 那其實分析的結果應該也不至於會出 接下來當然它會問你說你要放哪裡 我們就放一個新的工作表 所以 理論上你按確定 它會在這個工作表的前面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它會在原來的工作表 這個前面再增加一個 不過名稱沒改 我們等一下自己再改 那你要怎麼統計血型呢 很簡單 再把血型突然繞列 有沒有 它會把 血型 裡面可能不重複的好像就有A B B O 沒有別的 四個 OK 四種血型 然後呢 它們各自的那個數量就是多少 再把它拖到直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答案就出來了 那這邊的話呢 它會出現就是說 血型呢 哪一個數量最多 看起來好像是O型的應該最多 應該不意外 其次的話 需要统计,希望找出血型最多的 怎么知道最多跟最少,其实是排列一下 排列的方式,你可以把游标放在B5这个储存格 怎么排序,最简单的方法 请你切到上面有一个叫资料的选项 这个不要管它 然后资料里面的话,请你找到有一个叫A到Z,跟Z到A 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如果要由小到大,那就A到Z 由大到小,那就Z到A 所以我们基本上把游标放在B5的储存格上面 然后再去点选资料 那如果我要大到小的话,那你就把它Z到A就可以了 我选这一个,OK,然后把它点击Z到A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帮我按照什么 多的排到少 所以看得出来最多是O型 好,那可是问题,看这个图表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所以最后呢 我们一样,画两个图 一个图的话呢 就是直条图好了 数量,所以直条图按确定 那一样,把这个图呢 把它摆在这边 这样看,有没有 想清楚吗 而且它按照顺序 那第二个的话呢,再把它增加一个刚刚一样的 就是 就是叫 一样 有没有要记得 再点击这个表格 然后再切到这边 就会有个书纽分析图 然后呢,另外一个一样 我们就是一样做那个 圆形图,按确定 然后一样把这个图呢 把它分别放到哪里了 放到它的右边 所以把它放这边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OK 那一样的问题 就是 它当然颜色这个可以看对照的出来啦 只是说这个对照 并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希望 做刚刚一样的事情 第一个,一样按右键 新增资料标签 第二个点击标签任何一个 按滑指右键 点的话用左键 再按右键 然后呢,资料标签格式 然后把它的类别名称打勾 有没有 它的血型就出现了 然后使得这部分打勾取消 并且把它放到 这个的外面 不要放里面,因为放里面感觉好像 这个颜色 都是深色的,看起来不太明显 所以再把它改成终点外侧 并且 把这个血型的这个叫涂力 把它打勾取消 OK 这样的话看起来 就还蛮 蛮清楚的 有没有 好像O型跟AB型其实蛮接近的 然后A型跟B型比较接近 不过 看起来数量上没有差太多啦 基本上都 蛮平均的 大概最多还是O型的 所以如果最后有一件事啦 如果假设你要凸显O型的 这一块 其实这个圆形图还有一个 额外的一个功能 叫炸开 比如说我像 凸显O型这一块的话 你可以什么 先点它 一下 再点 点一下的话是选全部 再点 O型这个区块 就是选这个 这一个 范围 然后再往外拉 按住不要放往外拉 O型就出现了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凸显说 原来O型的血型 是这里面 会员里面最多的 把它凸显一下 那如果你要把它 再把它放回去 按住不要放 往内拉就可以了 OK 所以 最后做一个动作 把它炸开 点一下全部 1 全部 2 选O型 3 再按住不要放往外拉 这样就炸开了 OK 我希望各位做出这个效果 试试看好了 所以刚刚我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1 一样切回到这个综合练习 统计那个 这个什么血型部分 所以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它会跳出一个新的 这个工作表 那你就把 这边的部分 血型都按到血型 有没有 OK 然后统计完之后 排序 排序部分 我刚刚有这边 讲 资料里面的D到A 把它由大到小排 然后最后 这个是一个直条图 再加上一个圆形图 OK 试试看 最后如果完美一点的话 可以把这个工作表E 点两下 改成叫做 也许叫 枢纽分析 然后也许叫血型好了 血型 OK 然后呢 就多一个叫 枢纽分析血型 OK Enter 好 这样就是我们要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 然后 当然这样就很清楚了 马上可以知道 会员哪个 比例是最高的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我身边有太多的资料都可以 把它绘制成图表 很容易就可以呈现出 用 图来呈现 你要表达的这个 这个这个数据的一个 直觉的 呃 这个这个 呈现方式 希望 接着 感觉 照顾 你有什么 感觉 有什么 做 虚感 现在 要 谁 过 good 看 öz